歡迎王子出場 你是誰的愛 很可愛 歡迎 歡迎 很漂白的 一出來那個 發生陽光四射有沒有 很快 從彩排到現在 想最久的 剛剛那一招 想很久的動作 想了很多 結果最後決定那一招 OK啦 還不錯 尤其你閃頭 整個那個小瀏海 掃出來多有風的感覺 而且如果用高格書 慢慢的看的時候 我一定會有一個 很狼狽的時刻 就是眼睛 眼珠不在有沒有 好 這個你玩Rock 流行的 對 流行 流行 以什麼 什麼音樂為主 國語歌 英文歌 什麼都有 國語有 然後創作母語 母語 對 你是哪一個族 阿美族 阿米斯 那你們那個旋律是以 古老的民謠為主呢 還是以現代流行的為主 以現代為主 現代為主 對 來 音樂的東西 暫告一個段落 請我們這個貝斯手自我介紹一下 請 大家好 我叫張哲文 今年29歲 183公分75公斤 製作A型 貝斯手 你當兵啦你 你倒臉很奇怪耶你 報告一遍 我還沒有講完 那你把他講完 你的倒臉感覺像句點耶 氣死了 我是花蓮阿美族 如果想體驗阿美戀情 把燈 自己都不好意思 把燈留給我啦 什麼東西 把燈留給我啦 最後呢 講完 把燈留給我 還給我害羞了 點過頭緒 好 沒練習 沒關係 講得很好 可是要拿出你們這種氣魄來 對不對 留給我啦 什麼 氣魄 不是流氓啦 我會嗆瞎啦 氣魄 不知道意義是什麼 好 可以了吧 可以了啦 齊全了 來 最重要的 小卡片... 你該不會是沒帶吧 算了 有喔 有帶喔 在你那邊嗎 沒有啦 怎麼在你那邊 他變魔術啊 你也給他公身強 上班了 上班了 他逗你玩的啦 哇 鐘樓怪人 有沒有像鐘樓怪人 怎麼可能 好 不問一下喔 對了 為什麼是他啊 沒有啊 就第一眼印象 第一眼印象 感覺不錯 好 好的 對上眼了 那就要問一問 所有的女生 對於王子的第一印象如何 請選擇 幹什麼... 你們後面那集 幹什麼意思啊 對啊 看人家 你就按啊 背著手 你亂面 好 佩儀說 因為我就要剛剛問問題啊 然後就回答的 就好像會讓人家不是很好懂 而且感覺又沒有什麼耐心解釋 就... 我很害怕就是 我不懂的時候 他沒辦法好好的讓我懂 好 這個我要好好來問一下 你是不是因為有點緊張 非常的緊張 對 因為其實呢 剛剛我們在後台的時候 製作人就是在跟我們 Rey Round Down的時候呢 有提到說 其實這個男生是非常活潑的 而且是非常風趣的 然後我剛剛就看他感覺像 他是在緊張 他非常的緊張 對嘛 我們剛才就有說 站這一邊其實是很大壓力 而且他這種都典型的眼之靈啊 眼...什麼 動力火車眼之靈 眼之靈 眼之靈是什麼樣的 他就是台下一條龍 台上一條龍 你是不是有點這樣 難怪選貝斯 都不用出光頭那種 對啊 就躲在後面啊 這首歌我很熟再衝出來了對不對 好 小文 王子 你好 就是 可以感覺到你有 隱藏的幽默在 對 但是我剛剛在看影片的時候 裡面說你們有粉絲 那我覺得這樣 我可能會沒有安全感 會不會 會不會跟女粉絲特別好 當然不會啊 他們都找主唱啊 是不是 其實你心裡也很不爽對不對 超不爽的 你平常有沒有機會唱歌 可能啊 等他生病的時候 真的假的 因為平常樂團喔 這個雖然是主唱在嘛 可是有時候樂手 其他的樂手也會分擔一下家務 你會嗎 會唱一兩首歌 都不會啊 偶爾幫他合音 只有合音 對 好 OK 剛剛 我是不是看到這邊有人舉手 偶爾 王子 你好 你好 我就是我會留燈是因為 我覺得就是我本身是學琵琶 就是 油爆琵琶 半隻麵 好美喔 對 然後他說他就是在創作的時候 就是會把母語放進去 然後我就是很想試試看 如果你會不會想要把琵琶也 跟著一起融入在裡面 搞不好會有很棒的火花喔 可以試試看 很難理解我話 來 我們就 看一下王子的生活 一個人獨處的時候 常常會想東想西 當然我也不理完 我會把我的想法紀錄下來 化作詞曲 這就是我靈感來源 有空的時候我會去跑步 因為可以讓我放鬆心情 也可以提升我的體力 因為我們在表演的時候 體力是非常重要的 我喜歡的女生 沒有特定的類型 只要不要太強勢 我都可以接受 如果你覺得我不錯 請用你的溫柔 替我留閃燈吧 還不錯 現場有舞閃燈 你有沒有要問誰 為什麼有為你留燈 天天 我覺得 今天因為王子喜歡跑步 我也喜歡跑步 而且我覺得他剛剛說 就是 你彈什麼 彈貝斯嗎 我剛剛聊很久 對 你已經會有在嗎 國董 你是配合演出 對不對 阿翔要再跟他聊一下那個話題 不是… 因為像我本… 我本身是學打擊 對 然後我之前也有學小滴青 然後那時候就是 我在選擇這兩項樂器的時候 很多人都會說 你為什麼不學小滴青 因為小滴青就是很顯眼 它就在前面 而打擊有點都是最幕後的那個 可是就是 我覺得就像王子一樣 就是你會忠於自己喜歡的樂器 對 不是我一定要當最新人 我自己喜歡的東西 我也可以表演得很好 對不對 就算講了半天 別人還是記不住 我也要彈 彈下去 對不對 是不是 憶君 我想請問一下 那你現在主要是 以表演為主嗎 就是你除了表演以外 你還沒有別的 就是職業 工作 對 工作 我有…我還有在上班 對 做什麼 我在當那個工程師 對 哪一方面的 哪一方面的 是做一些 土木類的基礎工程 所以你等於這個音樂是 這個工作之語 兩個都是我的工作 就是我會盡量用工作 然後跟樂團能做一個平衡 對 好 好 大家都了解了 最重要的時刻來了 誰 推薦你 你 應該是 應該是 兄弟嗎 兄弟嗎 還是你就說 其實你們看了就知道 誰推薦要告訴我 樂團 兄弟 兄弟 你真的很誇張 好啦 給我講一句 那很奇怪耶 哈尼哥他真的 你要陪我去喔 哈尼哥他真的太緊張 他口感捨得真好 他嘴巴已經變白了 你好像從沙哈拉才過來的 對啊 你怎麼跑 我快暈倒了 好 我們來趕快看一下 王子的推薦 王子好可憐喔 那個哲文的優點 他有優點嗎 有啦 還是有 多少有一點 真的喔 有啦 他其實是一個 還滿負責任的人 對 比如說像他都會 比我們隔天 前一天可能就是練團練很晚 時間都很半夜了 隔天一早的那個活動 他都是第一個 還是準時到 好啦 其實還有另外一個優點 我覺得他是一個非常貼心 然後又很會照顧大家的一個人 像我們有兩碗慶功點菜 他是點了滿桌的菜 可惜買單不是他買的 對啊 然後問題是 其實大家都已經有點自己的東西 但是他就是很喜歡照顧大家 對啊 算是一個很貼心的大人海 對 又非常負責任 真的 讚 選他對不對 沒錯 太棒了 太棒了 你看 你這樣應該放輕鬆了吧你 我跟你講喔 目前有兩盞燈是亮著的 分別是 義君 如芬 好 要請兩位自我介紹一下囉 好 好嗎 好 我們從義君開始 那個王子你好 我是... 我叫義君 那我今年比你大一點 我今年30 然後我現在目前是在音樂教室當 音樂教室的班主任 那我本身也是科班畢業的學生 那當然就是像我剛才說的 因為我以前大學的時候是主修貝斯 那我本身對於這個樂器其實也是 它雖然很低調 它不管是在搖滾也好 或是在交場樂也好 它基本上就是一個很低調 很容易被人家遺忘的樂器 但是因為至於對這個樂器的喜愛 所以我還是堅持了就是好一段 好一段的時間學習這個樂器 所以希望以後如果有機會 我們可以就是在這個大家 共同的這個樂器上面 就是音樂方面的興趣做一些交流 好的 低調可是沒有它又不行 是 王子你好 我叫如芬 我是音樂系畢業的 然後我是從小念音樂版長大 然後我看王子 原本說自己是原住民嘛 對 然後因為我媽也是花蓮人 感覺滿有共同點的 親切齁 很親切 然後我自己很 我喜歡各式各樣的音樂 我也很喜歡搖滾 然後 對 我覺得可以去看看你的表演 然後多給你做認識當朋友這樣 他一定要去看你表演囉 我答應你了 可是我下次表演不知道什麼時候 不是 你怎麼把我罵啊 好… 無聊耶 好… 誰管你啊 好 接下來你要提出一個問題 請說 如果我們在約會的時候 然後我們各自接到死檔來 來電 對 來電 要續托 那這個時候 那個會怎麼辦 他會怎麼辦 你為什麼決定 你的朋友打電話找你 他的朋友 他的朋友也打電話找他 對 那現在該如何是好 對 了解意思嗎 如果是在同時的狀況之下 基本上我會 以我的個性來 然後會以男朋友為主 就是如果說他那邊 他希望他再過去的話 那看是說 他會希望我陪他去 或者是怎麼樣 原則上我是會以男朋友為主 那 在這樣的狀況下 我會先推掉我這邊的邀約這樣 對 很清楚 先以男生 男朋友 的托為主 對不對 以夫為夫了嗎 好 來 來 如芬 因為我朋友 很難有時間聚在一起 對 他剛剛有講過 他是獨行俠 對 然後如果好不容易 大家可以聚在一起 就是一定要排除萬難去 所以我會希望男生 可以體諒這樣 所以那你是希望男生陪你去呢 還是說你自己獨自去 然後單身就去他的托 如果他不想陪我去 我會自己去 那如果他可以陪我去 那就很感謝這樣 所以你也不勉強 不勉強 可以了嗎 王子的決定 請開始 GO 最後活過來了 還要耍一下 你有姿勢喔 姿勢的 來 告訴大家 為什麼你的選擇是如芬 花蓮人啊 花蓮人 有一點連結 再加上 他後面給我的答案 就是我覺得 很OK 對 他想去 其實我也不反對 你也不想勉強最好 我也不會去說 一定要跟他去他那個地方 對 然後後面我 很難講 你到底活過來沒有啊 我活了啦 我覺得他沒有 雖然他還沒有放鬆 沒有沒有 因為還沒有放屁 對 還沒有放屁 我只想講這個 對不對 好啦 女生 這個感覺喔 搖滾音樂碰上古典音樂 有沒有 你有沒有覺得 你是期待那種很衝突的 還是你們未來會很和諧 對啊 下班之後想要轉換一下 其實是你自己想要做一個調整 對不對 好啦 恭喜你機會到了 是的 兩位在一起取樂會吧 在一起 啦啦啦啦 巴啦啦啦 然後 沙啦啦啦 沙啦啦啦 我和你 路做不完的事情 在一起 巴啦啦啦 巴啦啦啦 然後 沙啦啦 沙啦啦啦 就這樣 就算我們變成 你覺得他有沒有喝醉啊 我覺得他根本人都沒有來啊 人沒有來喔 剛剛只是一個靈異事件而已 哇 其實兩個人的答案我都可以接受 就是到最後 覺得 獨分 就是滿順眼的 所以我選擇他 希望之後還會有一些互動 好 酸喜靈門 酸喜靈門 太棒了 未來會更好的 是的 在這邊要介紹一位新朋友 慧恩 大家好 我是慧恩 我今年25歲 我是牡羊座 我現在就讀於國立文也納音樂大學 的碩士 我的主修是小提琴 然後我的副修是鋼琴 這兩個樂器我都是從小開始學 那我今天希望在這裡能夠找到一位 斯文的男生 然後最好他當然也要對音樂有興趣 謝謝 今天的男主角都是音樂人 來 看一看下一位王子的介紹 你看 帥吧 你覺不覺得 薩克斯風是一個很性感的樂器 有啊 而且學的人特別有一種魅力 然後很自由的感覺 帥得不得了 對 看看王子帥不帥 歡迎他出場 歡迎 薩克斯風王子 其實我覺得你長有 在鼎頂上有的話 哇 舞頂音樂界的老鄭王 給我一杯王晴水燈茶